马上就要过年了,餐桌上一定少不了,这道蒜蓉口馍鱿鱼,寓意着招菜劲宝,八方来采,过年用来招待客人非常有面子,先将十块一斤的鱿鱼切成大大的小圈圈,五毛一斤的口馍掰掉根部,整齐地摆在盘中,下入孩子爱吃的鞍唇蛋,有些人喜欢安静地看视频,但会对着屏幕点的小星星,这样的人可爱善良还非常有爱心,一定会幸福发大财,中间在板上切好的鱿鱼,铺上蒜蓉酱,水开上去之后蒸午, 5分钟,蒸太久,鱿鱼就老了,接着淋上一圈生抽,撒点迷人小葱花,销上热油激发香味即可,这样做的蒜蓉口馍鱿鱼,鲜味十足,好吃又下饭,要是学会了,人人都马上就要过年了,今天就用金针菇做一道适合过年吃的美食,楼下饭店98一份,逢天过节做上一道,招待客人,特有面子,首先把金针菇去掉根部,像我这样横着切几刀,竖着切几刀,整齐地摆入盘中,火腿肠也切成片,像我这样 摆一个花开富贵的造型,铺上蒜蓉酱,水开上气,大火蒸8分钟出锅,淋上一圈生抽,撒上一把葱花,浇热油,炝香即可,这样做的花开富贵,好吃又好看,学会了快说,这是最近网上很火的茄子新做法,饭店一份68,逢天过节做上一道,招待客人特有面子,树上摘下来的茄子,水开上锅蒸15分钟,蒸好后 从中间开一道,用我吃饭的勺子摊开,铺上蒜蓉酱,淋上少许生抽,撒上葱花,浇热油,激发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蒜蓉茄子,蒜香入味,非常下饭,你也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 真没想到,豆角竟然还可以这样做,这是我见过豆角最好吃的做法,看似简单,但味道不一般 这个视频,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公星吧,辛苦大家了 超烫两分钟捞出,盘底铺上泡好的粉丝,摆上豆角,中间打入两个公鸡蛋,铺上蒜蓉酱,水开上气 再蒸五分钟,淋上一圈生抽,撒上葱花,浇热油激发出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豆角清脆爽口,蒜香浓郁,一上桌去